大家好我是趙寒營養師 我們都知道啊 其實生理期前呢 女生們都會有一些想要抱食的情形 那今天呢 為姐妹們設計一道料理呢 是可以讓你在生理期前 想抱食又可以輕鬆吃的 豆腐料理喔 那我們這次選擇的是豆腐 豆腐呢 它其實有一個特性是 脂肪很低 而且沒有膽固醇 而且還有大豆液黃銅 非常適合我們在生理期前 你會有點想要抱食啊 情緒不穩的時候來食用 那是可以當作我們的宵夜 或是晚餐的好選擇喔 那我們今天用的是芝麻油 芝麻油呢 是比較溫熱性的油脂 所以其實在生理期前 如果你真的覺得 哇 真的很不舒服的時候 來一點芝麻油 可以溫潤我們的足夠 那我們這次特別是用板豆腐 記得千萬不要用百葉豆腐喔 因為百葉豆腐 它有很多的大豆油 沙拉油 其實那個油脂含量很高 它是算加工很重的一個食物 所以我們要用的是板豆腐 可是那嫩豆腐呢 嫩豆腐也是可以的喔 那嫩豆腐的口感是比較綿密的 那如果你想要是特別 比較有嚼勁跟飽足感的 我就會選擇是板豆腐 那我們再用一點芝麻油 來爆這個薑 薑呢可以溫暖我們的子宮 但是呢 如果你是不吃薑的朋友 我就會建議你說 你可以把這個芝麻油 換成是黑芝麻油 就不用再加薑 一樣有什麼樣的效果喔 那如果你是容易在生理期前 長痘痘的朋友 那你的薑可以是最後再放 因為有些人會長痘痘 因為太熱的狀況 所以說我們現在是讓這個 麻油可以把這個薑爆香 是適合手腳冰冷的女性朋友 紅蘿蔔呢 它有β胡蘿蔔素 然後有一點油 可以把這個β胡蘿蔔素 融出更好吸收 那我們今天放一點紅喜菇 菇呢還有豐富的膳食纖維 一樣呢是可以幫助我們 可以讓你排便順暢喔 又有飽足感 再來放一點娃娃菜 其實呢我們在生理期前 會有一些暴食 想要吃東西的狀況 所以其實多一點蔬菜呢 不僅可以穩定我們的血糖啊 也會讓你比較不會想要亂吃 而且這些蔬菜的膳食纖維 都可以讓你排便順暢 達到消腫的作用喔 老師生理期前是不是 其實每個人狀況不同 那蠻多的 像我們減肥門診學生 有很多人在生理期前 身體很腫脹 而且還有一些便祕的問題 那我們額外還會放一點 就是綠色的花椰菜 花椰菜裡面 有豐富的含流化合物 那這些都可以幫你 舒緩一些筋痛啊 也可以有一些抗氧化的效果 蔬菜有點半熟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剛才 煎好的豆腐放下去 讓它吸飽飽的湯汁囉 然後南瓜呢它其實有豐富的 Beta胡蘿蔔素啊葉黃素 那它也是一個很好的澱粉的來源喔 所以我們其實就放一點點就好 你可以放適量 依個人的口味再加一點調味料 我會加一點白胡椒 胡椒呢它其實有一些胡椒素的部分 也可以就是幫助溫潤我們的身體喔 也可以濃濃我們的子宮 生理期前想要爆食 就是來這滿滿的一鍋 這道蔬食豆腐堡呢 其實非常適合我們生理期前使用 那特別呢 如果你是每次生理期都來的不是很順 可能有一些滴滴答答的狀況 那我們會建議就是說 這道料理呢 它含有麻油 也可以溫暖我們的子宮 另外呢 豆腐其實有豐富的大豆液黃銅 也可以補充一些女性荷爾蒙 可以讓你在生理期來的時候 是更順暢的 如果你喜歡我們今天的料理呢 歡迎大家按讚分享喔 如果你有任何的問題 也歡迎留言留言留言 我們會來回答你的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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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